欢迎来到オシトゥリ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日文教学、时事观察和阅读笔记 欢迎订阅并分享 这集要和大家分享终身受用的日文文法 日语中关于事物、场所和方向等代名词的用法及例句介绍 接下来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事物代名词 これ、それ、あれ、どれ これ、それ、あれ和どれ 是用来代称要叙述的物品或地点 并根据与说话者的距离决定如何使用 例句 请给我这个 これをください これをください これ翻译成这个 是近距离的事物代名词 表示事物的距离与说话者很接近 例句 那是什么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それ、翻译成那个 是中距离的事物代名词 表示事物的距离 距离说话者较远 但距离对方较近 例句 那是书吗 あれは本ですか あれ、翻译成那个 是远距离的事物代名词 表示事物的距离与说话者和对方都较远 例句 哪个最好吃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どれ翻译成哪个 是指从几项事物中选出一个的情况 距离不确定 场所代名词 ここ そこ あそこ どこ ここ そこ あそこ 和どこ 是用来代称地方或场所 例句 这里是哪个站 ここ ここ 翻译成这里 是近距离的场所代名词 例句 那里很冷 そ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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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成那里 是中距离的场所代名词 例句 那里是厨房 あそこは 台所 です あそこは 台所 です あそこ 翻译成那里 是远距离的场所代名词 例句 便利商店在哪里 コンビニは どこ ですか コンビニは どこ ですか どこ 翻译成哪里 距离不确定 方向代名词 こちら そちら あちら どちら こちら そちら あちら 和 どちら 是用来代称方向 是更有礼貌的用法 こっち そっち あち あち どっち こっち そっち あち どっち 这是口语法 这是口语法的用法 例句 请到这边来 こっち こちらへ 的方向代名词 方向代名词 例句 学校 学校在哪边 学校はどちらですか どちら 翻译成哪边 距离不确定 例句 喜欢哪一个呢 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どちら 也会用在询问人 或物品 二选一的场景 连体词 この その あの どの この その あの 和どの 本身不能独立使用 后面必须接上名词或代名词 例句 这本书有趣吗 この本は面白いですか この本は面白いですか 根据この 后面的名词或代名词 翻译成 这 什么 例句 那栋建筑物是学校 その 建物は 学校です その 建物は 学校です 根据その 后面的名词或代名词 翻译成 那 什么 例句 那本杂志被人借走了 あの 雜誌は 人に 借りられました あの 雜誌は 人に 借りられました 根据 あの 后面的名词 或代名词 翻译成 那 什么 例句 喜欢 どのパンが 好きですか どのパンが 好きですか 根据 どの 后面的名词 或代名词 翻译成 那 什么 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 若您喜欢 欢迎订阅 并分享 欧席独立的频道 您的支持 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 谢谢